形象的位置标记 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在教室里使用这些形象的位置标记,那么这就是你必须要用的工具。 我这里有一些圆形的塑料标记,用了标记位置,你也可以过速一些彩色的纸,或者用你能找到的各式各样的塑料件。 形状并不重要,实际上形状越多越好,因为你可以在发出指令的时候使用。 只是在选用位置标记的时候,需要考虑到它的耐用性。 这里提供一些教室里不同的使用方法,可以为那些需要更多视觉帮助的学生,清楚地了解你对他们的要求,并根据你的指示和要求的步骤去做。 因此,在过渡到新的活动和转换位置的时候,这个位置标记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。 我把这些标记放在门前,那样学生就知道要排队了,并且知道该站到哪里,排成一线,而不是待在原地,不知道往哪里走。 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试人空间,你可以让他们散开。 同时,如果学生需要进一步的指示,才知道往哪里走。 你也可以告诉他们,琳达,排到红色那里去。 那样,她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,该站在哪个位置上。 这就是特意为位置转换而设的。 运用位置标记就最好了。 在学生参加活动需要坐着等候的时候,也可以用上这些标记。 如果他们需要等和转换位置,你可以告诉他们坐在带颜色的位置上。 琳达,坐到橙色那里去,那我就知道这里就是我要坐的位置,我需要在这里等。 这对于那些坐立不安,不知道该摆什么指示的学生很有效。 他们得到清晰的指示,知道去哪里。 你要坐在橙色那里。 好,你可以在教室里用这些作为视觉上的标记。 以下这个就是在社交活动中的应用。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听不懂别人意思的情况,所以如果能坐到一目了扬就最好。 在这个游戏中,学生知道他们该往哪里站。 明达,你站到红色那里。 好的,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标记来帮助他们理解这个轮换的过程。 由红色传到黄色去。 那么,现在我就从我所看到的知道我要传给谁。 如果我们要乘一圈,首先设红色,然后设蓝色。 这些标记就让我知道游戏的规则。 知道我该怎么和朋友轮流玩,什么时候该等着,等等。 这有利于社交技巧的运用。 这些位置标记可以让他们更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,并听从指示。 这样的话,活动就会更成功。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 我希望你可以在课堂上,街里和教堂里用这些形象的位置标记。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,有效并且简单的使用方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